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今天是2021年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那麼馬上就要廉價了 大家一定要注重這個安全 把口罩戴好 勤洗手 跨年不要嗨過頭了 對吧 要注意保暖 是吧 那當然大家最關心的還是股票 今天這一集麻煩大家一件事就好 因為廉價幫我分享出去 因為很重要 我覺得人的一生當中 如果你買對一支股票 那沒什麼了不起 因為你買一張兩張 有什麼用 對耶 老船長 可是我們不敢全壓啊 就說你要全壓股票 你要壓的有道理 風險先設定好 沒有那個貌贏的啦 很多人說我怎麼樣才能夠穩賺 那你就是參加台灣的頭顧老師 他都告訴你保證漲停板 保證大賺 叫你趕快去嘛 黃貼紙立可白貼好這檔股票趕快去 對不對 找專人來帶你 這都鬼扯蛋啦 我跟你講 你們都上當被騙過 這麼多年了 還在用這一套 那老船長布完這些下山爛的手段 我只是告訴你這一集你看完之後 我希望你就是未來的這個爆發戶 這個我今天跟我們老闆說 特別在這個歲末年終2021的最後一天 實施一次 因為這個專案已經停了 那麼我為了要回饋 這個廣大的非會員的觀眾朋友 我特別特別跟公司說 這個就是在這個 對廉價的時候看到打電話進來的朋友 那當然啦 你說你不想要成為爆發戶 我也沒有辦法勉強你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這一集很重要呢 好大家在這昨天 還有早上看到的新聞 都說這個長龍 這個泡泡龍 發幾十個月的年終獎金 對不對 然後就有股民 因為看到股票沒有漲 就在罵網路 沒有水準的那個什麼平台 就開始罵 我覺得不能去否認一件事 在台灣很多沒有水準的人 不管在各個角落 都一樣 全世界其實也都是 沒有水準的人到處都是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包括做股票輸不起嘛 對不對 哇股票沒有漲就開始罵你這個 這個什麼公司啊對不對 股價不漲 原來是把錢拿去發給員工的 像這種造謠聲勢的 我認為 我都希望陳皇爺 能夠讓他們下地獄 這些人也沒有 他們心中也沒有什麼神明的問題 他就是自己最大 然後網路上一堆白癡就相信這種鬼言論 你們要知道 長榮今年賺了兩千多少億你知道嗎 兩千幾百億啊 他也不過是發那個零頭給員工 大家要去想一件事情 我們人要懂得去祝福別人 而不是去嫉妒人家仇恨人家 那人家這一整年再辛苦 大家知道海運業是很辛苦 要曬大太陽的都對不對 那是之前沒有人要做的工作 人家過去幾十年不好 好了一兩年 你們眼紅啊就要罵 那他們不應該得到這一些嗎 長榮今天EPS 今年可以45塊錢 也是拜這些員工所賜啊 難不成這錢會從 天上掉下來給長榮這家公司嗎 員工這樣的努力 董事會決定要發放這麼多的 年終獎金怎麼了 不行嗎 我們台灣的社會是這樣子嗎 要鼓勵壞蛋是不是 好人都不用去支持嗎 那你去想啊 這些錢他發放出去 也不過是拔一根毛啊 你聽得懂吧 長榮今年賺兩千幾百億 拔一根毛去分給員工 又怎麼了 很多人腦袋是怎麼樣 好像真的跟豬腦袋一樣 哎呀那個都是發給員工了 員工都賺走了 那股東怎麼辦 會講這種話的 第一個數學一定是壓蛋 他根本完全不懂國小數學 三年級學處法對不對 你把這兩千幾百億 扣掉一根毛 然後怎麼樣 他只要宣布 因為這種公司的老闆 他的心態就是怎麼樣 他也要留住人才 因為你企業都不 給員工年終獎金 人家做了半死那誰要 所以每次過完年大翻風啊 那種爛公司的員工都跑光光 叫旋轉門效應 我們學企業管理知道 旋轉門效應就是 這家公司招一百個人 然後走一百個人 每天在那邊旋轉 這種公司早晚是要倒閉啊 那你看那種什麼Google有沒有 你們知不知道 世界性的Google公司 你去那公司上班 跟天堂一樣 可以把你家寵物帶去 小孩子帶去都沒有關係 那你說這樣怎麼上班 就人家世界級的公司 不要用你的狹隘的眼光 還有現代的科學 並不是你苦幹實幹 就移送法辦了對不對 那長榮要留住一流的人才 他必須要讓員工怎麼樣 知道你們有所努力 你們就有所得到 我覺得大家應該給他 掌聲才對啊 那像這種老闆 你說他會就有人就 我剛剛不是講的 哎呀這個錢都發光 發個頭 第一個是發一毛而已 拔一根毛 剩下的你要知道 這種董事會老闆的心態 一定是給股東 就是你們這些買股票的人 一定給你們怎麼樣 很豐厚的股息嘛 你怕什麼 對不對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人的品德嘛 他都願意跟員工分享 這才是真正的好老闆 好董事會 那 那配息你們擔心嗎 就不用擔心了嘛 那你說 這些大股東難道是白癡喔 假設我是大股東 我有一千張長榮的股票 假設一張 比如說配二十塊就好 他賺四十五塊嘛 配一半就好 配兩萬 我一千張我就拿兩千萬了 更大的股東 我一萬張我就拿兩億了 各位觀眾 兩千萬也好 兩億也好 員工領個一百多萬 真正躺在家裡爽的大股東 搞不好都沒有做事 他只是持有很大量的股票而已 他領到的錢是這一些 幾十個月年終獎金的 基層員工的 不知道多少倍 所以我看到網路上那些 豬腦袋在那邊發言 還有人跟著起哄就知道 果然沒有知識 沒有常識 是非常可怕的 你就像很多非洲國家 對不對 他們治病拿個樹葉 在那邊打頭有沒有敲頭 你看了覺得很好笑 可是那個背後是什麼 就是沒有常識也沒有知識 那這怎麼會是正向呢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看了這一集節目 你要把有傳票的朋友 把我的這一集怎麼樣傳出去 搞了半天 員工拿了這麼多的年終獎金 也不過分到一根毛而已 對 真正的大股東 人家的股票這麼多 我跟你講明年要配息的時候 你就知道要領多少錢 那比年終獎金 不知道多多少倍 所以老船長 萬一他不配息怎麼辦 不要用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父啦 我相信像台積電 很敢給 為什麼他要留住員工 他也要對股東怎麼樣 也是很大方啊 現在改成一年配四次啊 再怎麼樣都比那個銀行好 那個銀行是最小氣的 你不相信把你錢拿進去存 大筆的他還不讓你存 你知道嗎 銀行要賺很多錢 他還不願意給你利息 誰大方 大家想一想 難怪銀行股的股價 都趴在地上 對不對 誰對那種股票有興趣 這公司就是貿贏的嘛 反正不管怎麼樣 銀行最會算 那我覺得這一次 大家真的要給泡泡龍掌聲 這樣子我們台灣的護國神山 除了台積電之外 有人也說聯發科那沒關係 我覺得還有個類股就是貨櫃三雄 他們當之無愧 你知道嗎 各位記不記得在很多年前有一家公司 我現在要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們聽好 一個人的格局 就決定他的結局 來再一次 格局決定結局 什麼意思 你一個沒有大格局的人 你的那個結局不會大 我現在就舉一個真實發生的故事 給大家回味一下 大家記不記得在很多年前 有一家公司叫陳鴻 也就是TPK 老船長這一家我們都知道 你知道嗎 來我現在給你看 來 我現在把它弄成月線給你看 這個最高點是 好像是982塊 有沒有 在那一年那時候發生的事情 大家記不記得 這家公司GPS賺超多錢 股價衝到快一千塊 差一點要當千金 結果他宣佈配發股息 五角五角 全市場的人罵翻了 說這家公司告當聲 當聲這兩個字就紅起來 什麼意思 有夠小氣 當聲 你賺這麼多錢 股東這麼支持 你股價衝到快一千塊 五角 他很敢 他的格局就是這樣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 這個結局就是這樣 我相信泡泡龍長龍 明年要配發今年的股息 絕對不會讓大家失望 所以你們應該要高興說 哇 今天這個長龍 這個對待員工 就是像家人一樣 你知道那個基層的員工 刷折子看到那個的時候 那眼淚會掉下來 你們因為不是泡泡龍的員工 很多人是很糟糕 要用嫉妒的心態 那是最要不得的 我們不要討論 我們覺得你應該用羨慕或是祝福的角度 你要想人家員工辛苦了一整年 哇拿到這個錢 他可能可以把這個錢拿去買一台車子 或是讓小孩子怎麼樣 這個多買一些衣服 或是好吃的 甚至一些玩具 或是押稅錢 這個對社會 各位觀眾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嗎 讓大家知道 我今天只要非常努力工作 然後我也做對了行業 你不要跟我說 我今天很努力工作 我去做詐騙集團 哇神經病了 做錯行業了 這樣懂嗎 好 那下半段節目回來 我們就一起來探討 什麼叫圓月效應 導播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穿帳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兼容市場 規矩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 更專業的團隊 代理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好 再講一次 有夠重生的 陳鴻 啵 蹦系 爬不起來了 佩五角 很多東西是觀念 影響你整個企業的發展 這樣各位懂意思吧 所以我常講 你們不要去買那些 沒有賺錢的公司 元宇宙元宇宙 你的老師每天在元宇宙 最後倒霉的一定是你們 但是他不會 他會員騙了一大堆 然後口袋荷包滿滿 我已經早就預告過了 不相信大家可以走著瞧 那麼 1月3號開盤 你們要看節目 一定要記得這件事情 寫在臉上 跨年的時候臉 不要去洗臉知道吧 下午4點半 就要趕快看我的節目了 不要等到我的節目 電視播出來 搞不好很晚了 那YouTube跟Telegram 你一定要鎖定 因為我的節目 我是希望能夠散發正能量 很多老師在節目上 公開批評或怎麼樣 都是沒有證據 或是做一些假的證據 我都沒有在怕的 我可以告訴你 只要是這樣的分析師 我都會去拜承煌員 希望承煌員教訓他 因為這些人心中沒有神明 當然如果我做的不好 我說過我節目說謊 我下十九成第一步的好使 請觀世音菩薩作證 我的會員 我欺騙會員 每一個會員賠 5億8千萬新台幣 全國只有我做的到 沒有我 第二位我就退出投僱業 我講十幾年了 哪個老師敢 上電視都似乎很正直 我一看都知道 完全在騙了 太多了 你們等著看元宇宙 第一季 第一季會漲的股票 以貨櫃三雄會最凶狠 我最近不是跟你們講 我說外資在睡覺在放大架 他沒有回來之前 各位注意看 我是不是講在前面 我說他沒有回來之前 就是這樣子 你很難突破 因為這是五百多億的股本 外資也吃定了你們 你知道嗎 沒有我們的拉抬休想 這是沒有錯 形勢比人強 所以投信怎麼賣也賣不下去 那根本投信就是小咖 也就是大的散戶 叫投信 我從來不 這種大型股 我從來不看投信的買賣超 很多人還在那邊在乎 投信買賣超 神經病 你要看外資 外資在買的時候 他才有辦法 一天買個一二十萬張 投信拿這個力量 買個幾百一千就倒了 明白嗎 所以那為什麼 為什麼最近這個長榮是這樣子走 我早就預告你了 對不對 我說這邊叫做月底 外資放大架 聖誕節 跨年 對不對 他們回來 他也可能會提早回來 卡位 我說過 但是怎麼樣 沒有一定的 明白我的意思嗎 不過過完這個連假回來 所謂的圓月效應就是 外資法人機構 當然包括投信 可是我說過投信不要看 大型股不要看投信 這個外資的法人機構 他們要重新布建今年的時候 他會去想 他去年賣超台股 對不對 那今年跟明年都一樣會好的大型產業 首推什麼 台積電跟怎麼樣 貨櫃三雄 所以他們會怎麼樣 班師回潮 大量的買進貨櫃三雄 我都先預告 因為外資很聰明 他看到你這樣子對待員工 發起十個月的年終獎金 哇 他把這麼大量的錢搬來台灣 對不對 我們央行會管制他 你竟然你給我不能夠炒會 他就只好來股市 那這麼多的錢 他去買小公司嗎 不可能 他去買宏達店嗎 笑死人 對不對 他一定是買那個怎麼樣 到時候配息一整年 光配息配下來 可能會高達十幾%的 銀行連一%都不到 各位觀眾你懂吧 當你有幾千億的時候 你會想要放在哪裡 放在銀行嗎 我們的央行總裁就不準 不準你炒會 也不準你放在銀行 對不對 當然意思就是叫他們去買股票 那什麼樣的股票 有這樣的未容量 可以這樣子收納 就是貨櫃三雄跟台積電 所以明年第一季 你就是看貨櫃三雄 跟台積電表演就對了 什麼 你一張傳票都沒有 那你一定是非會員 好不好 那你如果是非會員的話 那你要不然你就是繼續鎖定 你就看戲就好了 你也可以利用這個連假 我推出一天跟公司要求的 我說因為沒辦法 這是特別時期 因為外資睡醒了 連假回來 他們一定會大買貨櫃三雄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那如果沒有 請問他要買哪一支 你告訴我買宏達店嗎 笑死人 這樣各位懂意思吧 因為外資他會算 他在台灣幾千億 他買什麼股票 他光配息就已經賺翻了 全世界殖利率有幾千億可以 容納你幾千億十幾%的 這樣的利息嗎 投資報酬率有這種嗎 很難但是貨櫃三雄不但可以 你要注意 他明年EPS是56塊 法人已經估出來了 大家明白意思嗎 所以說 親愛的觀眾朋友 老船長很少這樣子 講這麼肉麻的稱呼 就是說我希望你們把心靜下來 正派的分析師 是不會在乎節目什麼 收不收得到會員 或自己能夠 完全考慮自己的老師 就是譬如說去講這種 虧損公司的老師 你們去想 你去買完之後套牢摔死是你 不是他 你們永遠要記得這件事情 好的公司你給他擺長期 配股配息以台積電來講 賺到翻過來 對不對 你可能有資本利得之外 你有大量的配息 那什麼樣的股票位階這麼低 就是長榮 貨櫃三雄泡泡龍 對不對 那你要買泡泡龍 楊妹妹海公公隨便你 我告訴你的是長榮 總共有一支 有些老師很好笑 他說他三檔股票都有叫 弄通詐騙集團 貨員哪那麼多錢 又買一堆電子股 貨櫃三雄泡都買 那都假抗訊 你要跟分析師 你要能夠開名車住豪宅 你要真正能夠賺得到 你要有 不要說大腦 你小腦就夠了 那我要怎麼樣重壓 我才能夠真正發財 而不是買一張 或是連買都買不到 套在其他的股票 你這個股票怎麼買 所以你們一定要怎麼樣 到今天收盤 你沒有傳票的朋友 把心靜下來 你為什麼沒有傳票 你為什麼沒有傳票 我天天講 都已經要壓不住了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要利用這一次 我來帶你 花一點錢短天期 對不對 他從這裡飆到這裡 才花了十個交易日 你不用參加長天期 你跟著我就對 老船長我自己看電視 怎樣我自己買就好 對啊 請問你現在手上 你多少資金投資嗎 假設你是五百萬 在投資股票 你有沒有五百萬 全部壓長榮 有沒有 沒有嘛 你甚至連一張都沒有 為什麼 看節目就像看戲一樣 當這個戲演完之後掌聲如雷 你也是坐在下面鼓掌的人 那台上的演員口袋怎麼樣 門票收得滿滿的 你聽得懂 這個道理你要懂 不是說我要招收會員 我不缺錢 我跟你講過很多次了嘛 我希望在我老船長退休之前 能夠怎麼樣 用一支股票做代表 做一個投顧業的一個典範 每一天我陪大家一起過 那真正這個股票 大漲狂飆的時候 才是真的 對不對 而且一問會員 全部壓了賺翻了 而不是怎麼樣 我的老師每天在講航運 我們全部都在鋼鐵 都在元宇宙 請問一下 你有賺到錢嗎 但是他們是賺到會費了 因為你會費交給他們 對不對 不過我所有的會員 請你們放心 你們跟的是怎麼樣 心中有神明信仰的 開大門走正路的 我從來不怕人家在網路上 或是同業在批評我 我都不怕 因為批評我的人 你小心 城隍爺會去找你 我有在拜城隍爺的 我不是用神明來恐嚇你們 只是說我知道神明 他會分辨是誰在詐欺 各位觀眾 你們懂意思嗎 我敢跪在城隍爺的面前 說我老船長 上節目不騙人 我的會員都知道 我從來不騙人的 如果說一定要騙人 那我就不要做了 但是我做分析師 也做這麼多年很資深 我也想要休息了 但是我希望長隍 能夠怎麼樣 來先突破這裡 再到法人獎的360幾塊 不是我 那我所有的會員賺到翻過來 那何止是員工對不對 年終獎金都抵不過我會員賺的 那我就可以怎麼樣 考慮要來退休了 所謂退休我就退出螢光幕 我可能在公司的專心的代會員就好了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希望把這一集傳播出去 讓你們知道一個企業的格局 決定了怎麼樣 它的結局 我以陳鴻為例嘛 對不對 那個五毛錢 當初就被人家罵死了 就時間拉長看 900多塊變成40幾塊 對不對 洪達電呢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 好的時候都是誰在肥 倒楣的都是誰 正派的才能夠長久 我只推一天 在這個連假看到節目的 你都一定要怎麼樣 不要再懷疑了啦 你不是會員 你就沒有辦法 這個人性是沒辦法改變 所以我常跟我的會員說 你們都放心 等到有一天 長榮真的長到外太空的外太空的時候 非會員一定沒有賺到錢 這個是我在股票市場的經驗 我再講一次 我不是為了招收會員賺錢 而是我真的希望你們的加入 能夠怎麼樣 真正的重壓或是全壓 這個你不要不信邪 你現在是非會員嘛 你有重壓或全壓嗎 沒有啊 但是我的會員全部全壓 差別就在這個地方 起漲點的那一天 我們全部全壓 全市場只有我們做得到 而且我們一張都不賣 過完年之後 第一季好完以後 應該就要崩盤了 你要賺最後這個大財 發財的金 就是貨櫃三雄 跟著老船長一起來 我們是正派的 我相信神明也會保佑的 五 這個專案我發誓 再也不會推出了 現在開始拨打加入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非期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